MoonConnect项目概述,大查一个具有巨大潜力和强大团队的新的Fi项目了。 该项目有一个清晰且结构良好的目标,使开发人员可以更轻松地改进平台。 MoonConnect项目审查入门,关于该项目,该项目旨在使他们的去中心化平台成为在币安智能链,BSC,协议上运行最去中心化和诚实的平台。 所有代币将通过空投,奖励和赏金的奖励分配给用户,项目团队正试图为这个加密社区带来一些新的东西,以使网络本身和加密空间受益。 该项目本身专门致力于打造完美的DeFi平台,通过从其他完美的DeFi项目中反复试验。 这些项目具有出色的特性,但存在已崩溃的漏洞和缺陷,项目本身将解决这些错误并为新投资者提供激励。 此外,MoonConnect拥有自己的集体分配机制,超过70%的流通供应将分配给500万代币持有者,这一切都使代币更加去中心化和公平。 使用MoonConnect,您不必担心由于大玩家而导致的价格下降,因为项目的每个功能都提供价格支持和好处。 由于这些优势,我们得到了市场的良好和快速增长以及系统的发展。 让我们更详细地讨论代币分配,项目启动后,大约30%的现有代币将被销毁。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,50%将分配给空投、赏金等各种活动的参与者,10%的代币将参与预售并将被锁定以支持流动性,5%的代币将在项目本身的团队之间分配,剩余的5%将分配给空投佣金和营销,代币分配。 现在让我们谈谈MoonConnect轨道站,在那里,当到达某些点时,他们会发出某些小圆面包。 某些积分是一定数量的持有者的成就,达到前500k持有者后,将提供方便且多功能的移动钱包。 钱包将尽可能简单易用,让初学者更容易导航。 在达到100万代币持有者的某个点后,将开放访问MoonCash孵化器,该孵化器将允许持有者通过持有代币获得额外的利润,该代币将作为MoonConnect轨道站的主要货币。 如果有欲望,那么它们可以被出售,持有者达到200万后,将开放NFT收集殖民者,您可以在其他用户之间训练,升级和竞争NFT,以便殖民月球并获得独特的奖励。 最后一点将是MoonConnect的工具,它将在达到300万持有者时开放。